然后就它里边确实是有做一些任务 然后导致我们必须要处理那个空桶 然后就我还需要讲一下background 还是说我们就直接跳到最后就可以了 OK 然后他们里边 其中Mintash里边 它有这么样的一个case 然后这个case呢 就是他们会在一些 Binary的Data上做SVM 和一种Linear Logistic Regression的 这个我觉得很好呀 你回头可以把这一页截图发到群里 感觉非常有用适 OK 然后就是因为在这个 setting下 它需要 就是他们需要对你Mintash处理完的 就那个KG哈记值 然后做Inner Product 然后做Inner Product时候 就要求里边肯定不可以有空桶 就逻辑大概是这样的 然后这里边有个例子 在这里 就是这个地方我们用星代表这个空桶 比如说我通过这个 就是One Permutation Hash之后 我得到了四个这个 四个哈记值 然后其中里边有一个是 最后一个是空桶 那这个时候 就是这个数据本身的维度是2的64次方 就它是一个巨长一个领异串 然后它的思想是我们经过One Permutation Hash之后 把它变成底下这么长的一个串 相当于把它的feature空间压缩了 这是他们 就是Mintash One Permutation Hash想做的事情 然后在这个时候 他们做的事情是 首先你有这四个值 然后你先把它们做成这个二进制的表示 然后这个地方B等于2是因为他们采取了那个 就是他们只留下了最低两位的B 然后所以就留下了最低两位 然后他们再把这个东西重新变成一个01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地方它是1 所以说它这个值就是它只在V1的地方上取1 然后这个地方是0 所以它只在0地方上取1 大概他们就把这个映射回来 然后映射回来之后把这个东西拼起来 我没看懂 第三行到第四行 对 就是第三行 这个就我们拿第一个举例子 比如说这个代表的是1 对吧 就是这个01 然后那他把它展开 就是一二三四 我知道你的意思是 下面这个本章是个能代表0到3的数 下面这个string 第四行的string 本章代表0到3 就是是一个single 是一个banner 就是single corner One spot is better 你一定要写一要 OK这个我看懂了 对 然后 你停一下 就是这个东西前四行都是 是one permutation做的事情 还是min hash做的事情 就是前三行是one permutation做的事情 然后第四行最后这个地方是 他们用了一个就是一个zero coding的方法来修那个空桶 那前三行为啥不work 可能为啥又变成用的是第四行了 就是你还是没有回答我 就是第四行是不是one permutation本身需要的东西 不是 就one permutation到第三行就OK了 那第三行为啥 第三行是存在空桶的问题吗 还是啥一个 空桶的问题是因为 因为最后我们要把它拼成一个这样的vector 然后再把它塞回那个svm的算法里面 那那你把它拼成 你把第三行拼成一个 为啥会有空桶的问题呢 就是就是我们 就这个形式代表着空桶 如果你有一个空桶的话 你就没法得到这么这么一个长度的向量了 哦 那那之前one permutation hash是怎么把它塞进svm的 呃 他们就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他们为了能够把这个结果塞到 你说的是历史上第一篇 一二年的一篇one permutation hash是二几年那篇 一二年的那篇 是第一篇one permutation 所以一二年的那篇文章已经会出现 他说他要解决产生第四行是这个意思吗 对 这个截图是来自一二年的那个文章里面 那one permutation hash是一二年的文章提出的 还是更早的那篇 是一二年的文章提出的 就是我需要回到title那一页吗 不用 你说回到我这些问题就可以了 所以one permutation hash也是一二年的文章提出来的 对 那一二年的文章为什么要 一二年的文章他自己搞到了第三行 他说我们为了要做一些别的事情 还要做提出来第四行 这是一二年文章 claim的事情 对 然后第三行和第四行都是一二年文章发明的 第四行是发明的 然后第三行就您说这个 就是这个B等于二的阶段了 这个不是 他们这个本来就有 本来谁有 本来那个min hash就有 这个我在前面有一个slide OKOK 你的意思是最早是min hash 然后one permutation 是其实min hash做的一个 关系是这样的 就是就min hash这个算法 能非常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他们的问题在于 他们就是permutation次数太多了 然后min hash是哪一年文章 我不知道这个没看 你回去至少要把时间线理清楚 就是谁干了啥 哪个文章做了啥 哪个文章没做啥 你自己要通过看reference 把它理清楚 就比如说你至少要 你至少要知道哪个文章是最早的 第一篇文章 哪个文章是第二篇文章 哪个文章第三篇文章 二在三 二在一上做了啥 就这个我可以 这个我大概能理出来 就是最早的是min hash 你说你说 那你又说你没看过min hash 那篇文章呀刚才 就我知道这个 就是oph是min hash 一个改进版本 所以他肯定是比他之后的 那min hash是啥时候 我不是很知道exactly的 对啊 你需要告诉我min hash 你下次需要告诉我 min hash是哪个时间的 author是谁 title是什么文章 发哪个会议 我们的那篇一样的 那我不知道这些 就是我现在也不知道 就是发生啥了 我大概有个sense你在说啥 然后你可以继续下页吧 我大概知道什么叫这个 zero things 那你安排的其实很简单 你去加零 全補零不就完了吗 对啊 这只是一种 就是修 不work是吗 就它有很多种修 你看到信号之后 全補零不work是这一种 它不是不work 它就只是需要把这个空筒搞没了 然后它就只是说 这是一种naive的 那不就是不work吗 你不加这个信号 就是首先你有 你看到这个信号 你不做任何事情 这是不work对吧 对 然后你说加零了之后 是能work对吧 对 然后他 然后最近我们看那个文章 他说的事情是 你加这样直接加零并不好 你还要做些额外的事情 才能更好的 让这个东西work 是这意思吗 对是这意思 ok 那为什么直接做零不好 就这个我还不知道 这个我得再看 可能需要中间几件文章 ok 你接着讲吧 我一会把这个声音 直接改 当你改给剪出来 我把它发出来 你可以看一下 视频 然后后一把这个文章 不如看 ok 然后没了 就是这是最后一 ok 行挺好了 你发一个新的link 我们讨论一下 那个你的 你有改code吗 或者说改什么 时间 我就把图重新画了一样 ok 那你发一个新的link 我们俩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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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